被中日當局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並且關押5年的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 7月14日獲得釋放後 在15日上午返回台灣 李明哲和妻子李正瑜發表聯合聲明 感謝台灣各界人士和團體多年來的研究 雖然因為疫情隔離 他是感受到悲哀緊抱 台灣陸委會再次重申 中國已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審判 並且監禁李明哲5年 台灣人民無法接受 李明哲星期五搭乘廈門航空MF887班機回台 上午9點從廈門高崎機場起飛 10點22分抵達台灣桃園機場 李明哲在桃園機場經環宇商務中心通關 並以專案方式在內完成新冠病毒的採檢 然後前往指定的處所進行隔離 台灣時間星期五下午 過去五年來一直致力於營救李明哲的 尋走李明哲面書專頁發出 由李明哲和李靖瑜共同簽署的聲明 說他終於回到台灣 也隔著窗看到潮緒和興奮無比的靖瑜 聲明感謝過去五年來國內各界陌生人士營救 說你們的關注一直是為信仰而受苦受難者 最大的力量的傳源 聲明還說他們家庭的苦難結束 但在中國仍然有不知多少人的人權受到侵犯 願他們總有解脫的一天